石女士家有几个店面属于杭州丁桥华天苑的临街商铺 比马路人行道高出了几个台阶 石女士介绍商铺门口以前是非机动车停车位 业主们也会在这散步跳广场舞 现在这里被改造成了停车场 让它最不放心的是入口处的车位 会让进场的车辆变现 贴着商铺的大门走 再加上进场时的上坡盲区 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石女士说这两个月已经有三位小朋友 差点在店门口被撞到 他找物业商量没有结果 又反映到了12345热线和社区 他物业这块是拿不出来相关的一些手续的 之前他们这里跳广场舞都有的 基本是30%以上是不同意的 看到记者在采访隔壁商户也找了过来 说是改造以后不仅不安全 还影响到了生意 商户们介绍 他们是去年8月份承包下所有商铺招商运营的 但目前只租出去了6个门面 商铺看上去这个外观形象不好嘛 对吧 所以说也有这部分原因在里面 因为包括这里也确实也不安全 你说年纪大的人如果过来走走也确实是个问题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在跟物业在沟通的一个事情 对吧 我们在沟通看看后续怎么把它这里把它弄好 因为至少你看着像这样一样 像这边一样 你商铺要有一个商铺的样子 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口 工人正在维修被压坏的台阶和路面 物业经理说 飞机动车位改成汽车停车场 是小区业主投票通过的方案 业会召开一个大会同意 改成那个停车场 然后委托给咱业主的物业这边来施工 对 因为我们那小区里面是单行道嘛 所以说小区车辆越来越多 这里经济生育 但是实际可能没考虑周全 小区车也比较少 所以想到的就是把外面车 车外面商务门口这块矿地利用起来 物业的顾经理又给记者看了小区的建筑图纸 建筑边线 建筑边线 你这个图标的 但是这里写的是非机动车 对 是非机动车 非机动车现在没有了嘛 所以说现在是挺 那图上写的是非机动车现在改成机动车 对对对对 这个不需要审计吗 不需要审计 就因为在我们建筑的时候 在红业以内就是业主和业会召开业主大会 业主大会同意 包括收费 收费 这样跟有大会的决定 顾经理联系了小区第一届和第二届业委会的两位主任 要来了业委会和全体业主大会投票公式的照片 业主大会会议决定公告显示 根据小区全体业主在2020年2月13号到2020年3月7号的投票表决 通过了将小区围墙外红线内场地改造成停车场的表决 业委会的方主任说 小区外围停车场变更的这两年多来 他没听到过有人反映交通安全隐患的问题 我个人是没有听说过的 所以像你说的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说的 您不知道这个门口有小孩差点被撞这个形式吗 应该说这个情况 我们第二届业委会目前没有收到这么一个反馈过 我没看到过 你也没有看到过 我没看到过 因为我们有降空的 他母的母的状态我们会监控的 我们会查到监控母的母的看看 有监控的 交通安全五小时 业委会的方主任和物业的顾经理当场表示 可以一起查查监控 看看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哪一天还记得吗 我真不知道的 你是讲不清楚的 对对 理论是不是 还在市营业的时候 有个小孩就是出来的时候 人呢也没有伤到 那我说实话 伤到了呢 你们也就早就来了 那我也是实话 首先我不知道你说这个情况是否真实存在 如果真实存在的话 那我相信如果发生的话 我这一边也肯定会反馈到议委会的 我们那个全部都有那个监控的 而且是高清的 施女士说 便利店平时是表弟在打理 所以他一时说不出具体时间 但为了证明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他开车待记者实地体验了一下 沈女士说 即便改停车场的流程没问题 但实际上 很多车位化的并不合适 停车管理也没做到位 你比如说我身边这位车子一样的 那么这个车子根本就没有在画的线上面 停车线 画的不标准 也没按照规定走 他只是看到空地他就画 而且是没有在线里面 他也停车 物业这边是不管你的 这个厂部没租出去嘛 所以说呢我们呢 这样不影响通行 我们也就能多停一两车 多停一两车 解决停车难 因为每天这个车子停不下的 所以说为什么外面怕停车位 是晚不得已 至于停车造成的路面破损问题 顾经理表示 已经跟招商中心的王总达成了一致 破损的就是能修的修能补的补吗 是这样应该 大概是修好 这些有没有计划 差不多了 我这边差不多那边就是王总那边 那边开始不是动工 肯定是五眼修了 当时你们说的是你早上来修的吗 这肯定是五眼来修啊 对吧 不是你当时说 我当时说我们是可以承担一部分的费用 对吧 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一起的 你不要讲吧 这都是全部是我来修的 不不不不 这个是到底人修过的 没办法才修的 因为客人没办法走进去嘛 王总是看不下去了 自己掏腰包的给我修了那个门口 我们这个停车位 是在你超市开之前 我们就做好了 你在开超市之前 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而不是现在来考虑这个问题 随后 施女士再次前往社区反映情况 那这就是要物业公司加强管理了 对 你这个已经好几次了 跟他讲了 他就说会 我们会管的 像一般其他物业早就锁车了 对不对 那他的管理阻断和方式方法 你可以建议他 但是实际是还是按照我们 小区里面的物业停车管理办法里面实行的 他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事情 我会跟物业公司转达你们的想法和建议的 等时女士从社区出来 小区物业已经开始在停车场入口处 安装减速带了 当时我们开始这个坡上来比较 有的人会溜坡了 所以说装这个东西 既然商家说 它有安全隐患 那我们要把这个安全隐患排除掉 后来 施女士又去了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丁岚中队反映停车场的划线问题 执法队员表示 会联合街道有关部门继续跟进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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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